美国加州现在不用转机了 因为桃园机场可以直航 桃园安大略美日直飞航班正式启航 美国联邦众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 还有洛杉矶台美商会 也特别搭乘首航班机来到台湾 桃园市长曾文燦尽地主之谊 亲自前往接机 我要特别谢谢 我们的这个美国众议员的 外交委员会主席 Beroys主席 他非常用心的协助 这个启航的相关的作业 也要特别谢谢 我们桃园市的姐妹市 SBC County 而这次首航的城市 也是桃园市的姐妹市 航线的开通 对于两座城市的友谊加温 有相当大的帮助 这条航线 我们准备了九个月 就能够完成 而且从桃园国际机场 到安大略国际机场 那这将是提供给 我们到加州最近的航线 那每天都一班 美国对于台湾民众赴美 开启方便的大门 随着这次桃园安大略的直航 相信对于两国人民的旅游 还有商业的往来 有相当大的帮助 三地新闻综合报导 对于两国人的旅游 好